大家好 我是小安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糖尿病在现代医学上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 人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改变 患有糖尿病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这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了解糖尿病的相关知识 才能够更好的视察自己的身体的方面原因 这样有利于维护自身的身体健康 以下七个症状可能是糖尿病的信号 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了 第一 经常性的口渴 第二 慢性消瘦 第三 吃不饱 第四 睡眠状态异常 第五 咽尿增多 第六 疲惫铺 第七 皮肤状态比较差 那么我们平时该怎么去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饰料方法 经常这样吃 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远离糖尿病 我们先来准备洋葱 洋葱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大 不仅富含维生素C 叶酸 以及膳食纤维等营养素 有两种特殊的营养成分 虎皮素 潜练素A 是两种特殊的物质 能够很好的养自由基 是一种不可代替的健康功效 第一 防癌 洋葱防癌的功效来自于它富含的新元素 虎皮素 酸是一种抗氧化剂 能够刺激人体的免疫反应 从而抑制癌细胞的分裂和生长 同时 可以降低致癌物质的毒性 虎皮素 则是抑制癌细胞的活性 防止癌细胞生长 第二 维护心血管健康 洋葱是一种含有潜练素A的唯一蔬菜 潜练素A的扩装血管 降低血粘稠度 从而会降低血压 增加冠状流量的作用 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 洋葱中含有丰富的虎皮素 可以利用率比较高 科学家报告指出来 虎皮素 有助于预防低密度蛋白的氧化 对于预防动脉中氧硬化 可以提供更重要的作用 糖尿病朋友们 经常出现一些并发症 特别是三高 经常吃洋葱 对于糖尿病 并发症的缓解 有着非常好的意义 在准备苦瓜 研究发现 苦瓜具有很好的降低血糖的作用 正常的糖尿病人 在使用之后 能够很好的降低血糖 除了能够降低血糖之外 苦瓜还有一下的功效 第一 促进食欲 消炎 退热 苦瓜中的苦瓜肝 苦瓜素 可以增进食欲 第一 健脾 健脾 开胃 所含的生物碱 类物质 能够利尿 活血 消炎 清新明目的功效 第二 可以防癌抗癌 苦瓜含有蛋白质成分 大量的维生素C 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免疫细胞最有消灭癌细胞的作用呢 第三 排毒减肥 苦瓜能够使 摄取的脂肪 多糖减少 最有很好的减肥消失的作用 第四 美容养颜 苦瓜可以滋润白皙的皮肤 能够营养我们的皮肤 使皮肤个人的细嫩光滑 苦瓜籽也是很好的食材 泡水喝 可以清热除饭 我们不要丢掉 我们晒干起来 包裹就可以 再准备生姜 生姜性温 入皮 胃 有去寒的功效 可用于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发热 生姜对于姜血糖有很好的帮助 生姜中损含的特殊物质 类似于阳酸的化合物 可以稀释血液中的稀释剂 抗凝剂 降血压 降血糖 降血脂的作用 生姜比较辛辣 对于心脏 血管有很好的刺激作用 可以加速血液的流动 生姜能够提高糖尿病患者自身的抵抗能力 一般的情况下 糖尿病患者在一定程度上有免力下降的情况 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吃一些生姜 能够提高糖尿病患者自身的抵抗能力 墨尔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材 具有多种的功效 墨尔中的多糖 植物纤维 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甘油酸脂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墨尔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铁 钙 维生素B2等营养物质 有助于补血 养盐 改善面色 墨尔中的多糖 多酚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抗癌的作用的 还能够抗氧化 墨尔中的多糖 有助于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预防感冒 预防流感 墨尔中的纤维 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有助于消化和排便 像三高的人群 我们可以吃墨尔 墨尔不含糖的 不会升高血糖 而且能够开好的控制血糖 当作一点主食吃还是不错的 凉拌吃 搭配着洋葱 既营养又美味 还不会升高血糖 我们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养生糊中 加入清水 中小火慢煮20分钟 直接按花茶模式煮就可以 这样煮好的茶水 经常喝一喝 可以很好的滋养身体 对于三高的人群比较友好的 这样喝起来的味道虽然有点苦 但是有营养 也比较适合秋天饮用 高血糖的朋友们 可以喝得到茶水 具有很好的浇水糖的作用 而且可以降低血脂 清洁血管 避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糖尿病的朋友们 饮食需要注意的 这样才能够稳定血糖 避免病痒痒的发生 食材我们可以不用吃的 只喝茶水 当作茶来喝 每天多喝几杯 可以很好的控制三高大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